稳定压到一切 如果香港政府 我们有很多建制 现在没有民主派了 这么多政治势力 全部都爱国爱党 只有一个敌志愿做人板 但是我们有国师 现在谁做国师呢 最近请了一个新的特首顾问 他想准备有自己的顾问 组一个智囊班子 中央政策组 李家超在组 所以有关国际的东西 本地的东西有自己的顾问 但是我们传统上有一个叫做刘兆佳的人 当作是国师 我们以为他 新闻界朋友喜欢访问他 最近呢 你觉得他成为这个盧文端的小弟 盧文端说什么 他帮他解释 那盧文端前几天在明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端 很清楚一个立场而已 我们不可以立23条 很多理由 国际形势 香港经济 现在Omicron之后要如何如何打拼好香港的经济 还是要优养生息 主要香港 现在呢 又引习习近平 他算是很厉害的 那边习近平说 要什么 要顾着香港的特有一个两制 你说 make不 make sense呢 就是是不是一个有智慧或者叫做有观点的一篇文 有一定道理在里面呢 我说是的 合不合理呢 都合理的 这篇文 不等于我支持 但是我觉得他都合理 就是他的说法合理 那他也都说呢 23条是OK啦 是不是 那用不再立这个 国安法已经OK啦 保底 用不再立23条呢 那就说呢 本来说今年咨询可能是今年立法的 不用啦 明年都不好啦 好了 那就好像在指点李家超那样 李家超刚刚去了沙特阿拉伯 回来呢 我很少见他这么光丽的表现 我们照进行 没有这回事 今年可能不是都变成了是 一定要今年23条落法 那就好了 大家上网上网打劳文端三个字 7月1号的时候他是政协 乔联 他自己说啦 习近平在香港 看到他特意很亲切跟他握手 叫他文端很久没见 文端原来这么有地位的 是吧 我们一向以为他代表到北京的想法 指点李家超 一向都觉得是 但是李家超现在八个月了 七个半月了 做了特首 一直觉得他是没什么主见的 被周围那些人带着的 是吧 突然间他这次好像显示我是帮助的人 我认为是这样 还有其他东西大家都留意到的 他跟建制是不对的 包括 特首席的海外律师来打励赶干 他很高调出来又要人大释法 结果不理他了 那就得罪了香港那些梁爱思那些人 很明显那些人是不妥的 不妥李家超 以为盧文端这些既然是近住中央人士 那他应该是跟李家超同一个直接可以接触近平的 近平叫文端 文端与近平的 那他两个应该是一致的 那如果近平都认为是了 那李家超就要跟的了 怎么知道看来原来不是的 那有人说刘少佳也是共产党的 我觉得他不是的 因为以往他没有那么肉酸的 老了才那么肉酸的 他是香港 也是香港人来的 他应该在中文大学 香港社会学的几个重要学者 最大的几个学者之一 他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招揽了他 当然他做过很多公职 他好像做过中央制造 总之他现在就是一个 似乎是几能够 什么港澳学会的会长还是理事 他时时找他 因为他是香港人 那他呢 这次呢 其实就好像背书那样 帮盧文端 盧文端说的那些他一字不留 基本上是同一个view 那个view也不复杂 有国安法保底 我们不一定要23条落法 今年不用 明年也不用了 基本条是这么多的 大家都知道 但问题呢 李家超 最近这几天表现得非常强 就说呢 我们一定要落法 我们有落法时间表 我说是这样 如果你在管治一个地方的立场 我一直都说的 千万不要出现几个特首的情况 这个特首很惨 我们不喜欢 所以林郑一回事呢 他好像是挺硬的 这方面 我说是 当然得罪了人 现在都没有好校长 但是他拿权的时候 他说是就不容许中联币干预太多 除非中央给他压力 叫做到这件事呢 不维护香港人的利益就两个都是了 一样的而已 但是呢 你在有效管治的地方呢 婆婆就不能太多的 那呢 奴文端呢 威了很久了 这次呢 我们叫做踢到铁板了 就是呢 李家超呢 就当面呢 就是 几乎是 直戚他那样 没这回事 那些一个人的意见而已 还平庸过一议员 那现在呢 香港呢 一议员是还不到事的 奴文端这些还不到事的 土共呢 譚妙宗啊 啊 李慧琼啊 这些呢 这帮人呢 就是佐仔 我们说 传统上叫佐仔 这帮人呢 也都还不到事的 现在就是李家超 我说事 我说事 是 开始有些气势给你看了 那 本来是都好的 是不是 香港不可以太乱的 太乱大家都没好意的 也都不可以正出多门的 那过去那半年 其实个个出来做国师 还有梁振英都是嘛 事事又说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的嘛 这些人其实呢 很讨厌的 是吧 但是呢 李家超呢 一直的做法呢 都是个个面面俱圆 这样就不会 就不会执他了 只是我知道了 这样 用官僚那种语言呢 画不留守 轻轻带过 是吧 但是这次呢 很明显不是了 今年 因为他没有空间的 我们如常乐法 最快可以今年 一向都是这样计划 如果是这样计划 他说你最少今年要咨询 那我认为他是 如果这件事他做到呢 那我们看看 香港只有一个大佬 就是李家超 如果不是呢 大件事了 香港很多个大佬 是吧 那如果做得到 今年真是那三不留法呢 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因为好像他强势了 但是我们 因间不远了 刚刚才看到他 叫人大释法帮他 勾了那帮外国律师 人大不肯 那他回来说要 本地律师条例立法 修改 让外国律师 不要在国安法案件出现 没有一个 一议员 附和他的说法 不是完全没有 极少 梁美芬之外 没有人附和他 因为很明显的议员就说 喂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没有问过我 你没有问过我 咨询一下我 你命令我立法 我就要立法的了 你命令我什么 我就要跟的了 是不是 你不是紧急权力立法 看来呢 这件事就胎死腹中了 当然了 现在已经二月中了 黎智英案九月十五 那Keym O'fant来不来呢 那这里可能已经令到李家超 就是失去了一些面子也好 失去了一些 就是显示他说到事的身份地位了 那看来他都有点移要豁出去 要拿回威 到底都是抓枪出身了 是不是 就是不可以没面子的 所以他这次就兜巴星这个奴文端来立威了 有这种作用的 纪律部队是有这种文化 你哪个串呢 先移动他 那显示自己 说是 是我说是 不是你 那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香港的建制其实是不和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 是不是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毛主席说 是不是 也不是贴摆了一块 诸如此类 其实我们都乐见 他有些内部矛盾 这样 这样 也都可以 我们发挥 舆论监督的力 都容易 有个位置走 是不是 我一时帮一边 我有事的时候都有 舆论 都有另一边会帮我说话 是不是 就是不会有一边不喜欢我就要 就要坐牢 是不是 是不是 都好的 有些内部矛盾 有些制衡 是不是 这个也都符合共产党 管治香港 他有不同的势力在那里 条条快快的 你互相牵制着对方 他从来都没有信了土共的 从来都没有 这么多的特首都不是土共出身的 我们出过董建华不是 是商人而已 土共人不喜欢他 好了 到这个梁振英 又是 其实是一个专业人士 梁振英 不过走了一条好线 搭到中央 那就做了特首了 算是本地左派 但是 又是人才的 其实是有的 例如 周育成 甚至乎跟他们打了那么多年 关系的 叶刘淑儀 这些召介本地左派 实际上 跟他们是夹的 但是这么久都没有机会做特首 跟着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 林郑月娥 又是说英如业 习近平 另一信他们 就不信本地左派 但是我们又知道 本地左派 破坏能力是有的 建设能力没有 你不可以 你每次都要 中央出来帮你摆平的 大事跟你摆平 小事可以依然不断地 骚扰那些 现届政府特首 很明显 就算是林郑月娥也好 就是被那些左派 捉得背脊多 唱反调的那些 民主派跟本地左派 联合夹击之下 林郑月娥就下场 凄惨了 结果没什么好下场 到李嘉超上去拿枪 他觉得自己很行 谁敢得罪我 拿着公权力 谁敢惹我 拿着整个政府 开始他不敢 你知道他包括律政司 现在他自己有了 但是呢 现在自己找了国师 王元山 记得了 自己组自己的智囊班底 顾问班底 那奴文端这些 扮了这么久的国师 整年了 指导这些 指导那些人 是时候扫他走的 但是你是不是这么容易扫走这些人呢 等于你是不是这么容易扫走民权的人呢 叫他做就做呢 那我想 他的 本钱是有的 是吧 就是这些本地左派阻制 根深太固 他也是经营多时 在那个基层那里 他不跟你合作呢 他不是需要 哦 你就拗了 你就叫中央压来 我吵一轮 批评一轮 好跟你啦 跟你啦 整一下整一下 这些是认知作战 你特首的形象就糟了 要靠中央压 还有呢 有些事情你是没有 你的智慧不到 甚至你的智慧都可以做到一些合理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别人 唱衰你嘛 踩你嘛 认知作战就是这样 是吧 那你就跌到塔西陀陷阱了嘛 就是你做什么都错了嘛 林郑后期就跌到塔西陀陷阱了 做什么都被人觉得她是错的 那阿超会不会跌到这个陷阱呢 我猜呢 遲早的事呢 因为你得罪人多呢 民主派不了她 是吧 那你连建制里面都有 两大范畴不了她 这两大就是本地左派 刚刚讲完了 左仔 民建联啦 工联会这些 说什么都不应用 另一个就是地产霸权 地产霸权大家知道 香港一样有deep stay的 隱蔽政府 这些人其实是在分政府的权 你不可以让他们太没面子 但是阿超呢 看来已经是在开罪着这些人 还有这些不算什么的 这些臭老狗色的人物 奴文端和刘兆佳之流 这些郭思营的人物 看来今次之后呢 大家都不用找他做访问了 说不到事 不要当他代表中央了 没用的了 这个这样的变化 近来我看到是觉得影响是深远的 大家也都不要掉以轻心 你要明白这些东西 看共产党同来都不会 你当他是一个东西看的 你一定要知道他有矛盾 有统一的 统一就是一起hold住香港打击外国势力 这是统一的地方 但是他充满矛盾也是必然的 而我们了解了他的矛盾 我们就见逢插针 争取本土人士的利益 争取民主的利益 我们应该有这些智慧 不要死固固 当他是一件事来看 我们少少有个色见 知道他们原来是有这些矛盾的 这条片就跟大家分析这么多 下一条片我们再讨论其他政治话题 多谢大家